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要帶各位去享受東石的仙科 仙科、仙考、仙次的地方 今天從台是東區這邊出發 先沿著高速公路旁邊的便道要北上 那說著,瞬間我車輛已經開到快速道路上 這是在學甲這一段的快速道路上 那這邊很多的漁溫現在都已經變成光電廠了 那我們車子就繼續的往前開 這一段都還是在高架上的 看著看著外面的景色都還不錯 那這一帶呢,今天去的天氣呢 還算是晴空萬里 那我們車子往前開 再不久的這邊就會看到我這邊快速道路呢 要轉到61號快速道路 那就是我目標是往東石 說著說著我已經轉到61號公路上了 那61號公路這邊請各位朋友呢 在開61號公路的時候 切記一定要再保持時速 限速90公里 限速90公里 要不然常常會受到滑蛋 因為我們這邊的警察輩輩啊 都很喜歡在旁邊拍 這個目前左前方這邊看到的這個是 步行橋 這是布袋港的一個地標 步行橋 那跨過這步行橋之後 我們下來這段是我在跑61號公路 最喜歡看的一段 也就是經過布袋之後 北上 再往東石的車方向 這邊呢 道路非常的平穩 那我也的缺點就是 因為這邊有很多大貨車在跑 有時候道路會比較不平整 可是呢今天開起來還算OK的 就是這邊圍的最大的缺點就是 地層下陷 我們這邊地層下陷的蠻嚴重的 這往前開 沿途的風光都是讓你 覺得會有點心曠神怡 那走著走著呢 這邊會看到 前衛會先看到白水湖的一個地標 還有東石 那我們現在看著看著 就已經快到達我們的目的地了 說到這個目的地呢 基本上在東石鄉這邊 你只要過了白水湖之後 就已經差不多快到東石鄉這個出口處 那我們這個出口處呢 在下去的時候 記者也要先數一下 稍微的速度要加慢一點 因為這邊呢 偶爾還是會有我們的警察 辛苦的在這邊取地超速 61號公路其實很多人開啊 都會被拍照 因為車輛不是很多人 不由自主的都會超過限速90公里 那我們下來到平邊道路的時候 它的速度我們要慢慢的放慢 因為在下來之後呢 如果從台南過來的朋友下來之後 看到這邊有一個記得貼著左邊的側道 因為我們要從這邊左轉 左轉過來之後就進到東石鄉最大的一條 進入的一條道路 這條道路非常的寬敞 記得這邊還是有限速 還是慢慢的開不要開 進到村莊之前就會看到一個東石的牌 之後我們會進到村莊 跟著路上的指標走 往東石港 東石港的方向 那我還沒有先到餐廳之前 我會先開車帶各位走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目前要進去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沿途都會有200塊烤仙科 200塊烤仙科的很多 那我今天會到某一家 但是因為不想幫太多店家打廣告 所以說今天去的這一家 如果你熟悉的話 我等一下後面拍的影片 大概就會看到是哪一家考科的 那這邊非常多家 到前面不遠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路旁邊 會有一些工作原因在跟你吆喝的 希望你來這邊跟他捧場消費 那左邊這一家 是今天我預計要去的 等一下我們會回來 那往前面一直開一開 還在前面不遠 我們都會到東石港 我會把車子開到東石港的 停車場那邊稍微撈一下 再折返回來 到我今天預計去的 因為我今天要去的地方 它有個特別的地方 因為它有遮陽棚 就是因為有遮陽棚 這邊今天去的溫度 大概是30幾度 如果說你沒有遮陽棚 當你吃完 烤仙科的時候 烤的過程雖然有電風扇吹 但是還是很熱 那在很熱的情形下 你會有可能會覺得身體有點燥熱 不過呢出來之後 如果有上車 上車又跟烤箱一樣 那今天的進行一定會不美麗不愉快 那我們在前面不遠就已經 可以隱隱約看到東石港的位置了 東石港的停車場非常的大 在這一帶呢 如果各位路邊停車記得 一定要停到 那個15公分的路邊路間線以內 要不然呢都屬於違規的 最近我們的 整個台灣在取締交通違規啊 真的是有點離譜 因為很多人都在檢舉 我覺得這個檢舉呢 你今天檢舉別人 改天別人也會檢舉到你 至早你也會踩到雷 那我們唯一的就是盡量的遵守交通規則 以不違規的原則 那就是看個人的 怎麼去開車的一個行為能力了 我只能這麼說 因為我也被檢舉過 但是檢舉的太冤枉 因為我要切到代展區 騎摩托車 要切到代展區 因為沒打方向燈 那就切過去這樣 也就收了一張1200塊的花單 認了把這個就交給 當作繳學會吧 1200塊就當作繳學會 那我們已經來到東石港的一個停車場 這邊停車場規劃的還不錯 左手這邊這邊也是都有考仙科 但是今天我們沒有打算在這邊 吃我今天中午的用餐 那我們今天要去的 考仙科的店啊 他的營業時間呢 是從11點到晚上的8點 但是到晚上的7點 他就不再收科 瞬間我把鏡頭就轉到 我今天要考 考科的這家店家 那這邊是以算能投的 一個人是200塊錢 新台幣200塊錢 那科呢就隨便你考 考的時間呢是3個小時 你可以用長時間3個小時 當然吃鮮科的時候 在烤的時候會比較滑味 而且吃的會比較膩 那你現場點一些菜色 他這邊還有賣烤雞啊烤魚啊 但我今天沒有叫烤雞烤魚 我們叫的一點比較清淡一點的 例如沙拉之類的 東西還有炒青菜 看到鏡頭這個小妹妹啊 今天非常的可愛 我什麼不懂的都問他 他都會告訴你 他也笑的蠻甜的 那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吃鮮科烤的地方 烤的地方 他用的是原子炭 而且我感覺這邊用的原子炭 有一個特色 它是無煙原子炭 那烤起來不會因為有那個黑煙等等的 不過唯一的缺點就是你在烤的時候 火太大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殼會爆開 爆開的時候呢 就蹦蹦蹦 而且彈到的時候還是蠻燙的 那現在看到這個櫃檯 就是當你作為這個工作人引導 坐下來之後呢 拿單子甜甜 你要到剛剛看到那個櫃檯 先去做結帳 結帳完後就開始 他東西會送來 那我們現在把鏡頭 帶各位到放他 這間店的他本身呢 放鮮科的地方 鮮科的地方 就是一籠一籠 其實沒有鑽滿 因為鑽滿實在太重 他就用一般人可以提的重量 吃完之後不夠再拿 他都沒有限制你 反正三個小時就把時間 看你要怎麼吃隨你 好 那這邊是他洗鮮科的地方 那一般我們 海上採回來的鮮科呢 大概就是用這台機器 那這台機器 它先前運作過 現在在做清一洗 那就分離 把它洗乾淨 那在這個旁邊呢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碳火 這是原子碳 原子碳 無原原子碳 那工作人員把它弄一弄 當有客人的時候 他們就把這個 這個碳火啊 就放在我們用餐的桌子 就是砍進去的位置 之後就可以看 好 鏡頭繼續往前走 當然是我們吃 有時候會口渴 或要喝個啤酒什麼的 在這邊呢 是非常的方便 它這個櫃子 都是冰冰涼涼的飲料 還有一些品酒 那喜歡什麼 拿了之後到櫃台做街帳 它這邊都是先付費 先付費 好 你再去使用 那你要追加菜什麼的 也是去櫃台 剛剛一開始有看到櫃台 那去做街帳 來 鏡頭帶各位到它這邊 洗手間 也就是廁所的地方 也是非常的乾淨 而且它這邊挑高比較高 比較不會那麼悶熱 那今天我用餐的時間 已經大概下午一點多 一點多人還是蠻多的 我想說錯開 早上一開始它開店的人場 那把鏡頭帶各位到 我推薦各位來這邊的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它這邊 你如果早點到或晚點到 它這邊有一個遮陽的一個設施 停車場有一個遮陽的設施 那車子就不會那麼熱 當你用完之後 上車之後 也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車內的冷氣就已經夠 你覺得涼爽 涼爽爽爽的 來 把鏡頭帶到 我要開始用餐了 這是我今天做的位置 一般在烤鵝啊 它有一邊是厚 一邊是薄的 那一般正常的講 在烤鵝 把薄的朝底下 厚的朝上面 讓它受熱的速度會比較快 但是唯一的缺點 是它裡面的 那個湯汁 會不見 但是那個湯汁 一般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鹹 那我們在烤的過程 就是 把這個薄的 朝底下 那它受熱的速度會比較快 那自然呢 熟度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你看你要烤到怎麼熟 那一般是開始烤的 就是這樣 會出毛了 那它就為介紹 我們一般烤鵝的一個小技巧之後 我們又回到盡頭 那因為我這一部影片呢 一部分是現場的錄音 那因為現場蠻吵雜的 我一般就是喜歡 再把影片做後製的做配影 那我的吃相不是很好看 那也麻煩各位勉強看一下我在吃東西的樣子 看我的身材就知道我對美食非常喜歡 要減肥也減得非常的辛苦 也減不下來 那 這個蚵仔呢有個好處啊 這個牡蠣有個好處 它是膽固醇 幾乎沒有膽固醇的 多吃也對身體還不錯 尤其男人 在某方面也適合吃這個東西啦 那一蘭一蘭的 其實我們今天在這邊用餐 並沒有吃很多 大概吃了一蘭多一點 就是剛剛在冰櫃看到的那個籃子 大概也是一點點的 那說著說著一直烤 其實我們今天用餐時間 大概也沒有吃到兩個小時 吃了一個多個小時 它雖然說可以用三個小時 那看到鏡頭 這是我們家點的傷腦部分 當然吃起來比較涼爽 因為天氣比較熱 那看到鏡頭 沒有把我的內容拍出來 因為我內容實在是太漂亮 也不適合看 開玩笑的 那這個 烤牡蠣針先科 我們烤完之後 這個科科 就丟在旁邊的籃子 籃子 那工作人員也打掃得蠻辛苦的 剛剛忘了幫各位介紹 它這邊用餐的環境 就是它的餐具 要我們自己去哪 這個看到鏡頭當中這個餐車 就是我們等一下可以過去 在這邊 你需要的餐盤 夾子還有破模擬的一種器具 那這是我吃我的座位 吃的差不多了 吃的差不多了 那我就起來拍拍影片 走走順便運動一下 看等一下還可不可以多吃一點 那這邊的餐車裡面 它這邊提供的調味料 很簡單就是芥末還有醬油 如果各位啊 喜歡醋啊或什麼的 可以其實可以自己帶 它這邊醬油有點鹹 再加上牡蠣也是鹹的 海裡面的鹹 所以說吃起來蠻鹹的 所以說要配上飲料 那它這邊 說實在雖然提供飲料 可是我看到還是有些人 會帶了一些外面的飲料 這個是最後不是我們吃的 是我看到有一座吃的還不錯 就把它拍下來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那如果你喜歡的影片 記得開啟小鈴鐺訂閱 那我會不定期的把我日常生活的 一些點點滴滴製作成影片 希望你會喜歡 感謝各位今天的觀看 謝謝 謝謝